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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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该还找他是怎么说 蓝军立委各个绷着一张脸 周末夜连续两场电价协商会 五院高层极抠 周末夜加班夜 电价调涨方案终于有了初步决议 目前听了各界的意见 以及立法委员的意见之后 目前的倾向需要还长 目前的倾向需要还长 这个需要再评估一下 核实对外正式宣布 以及还长到核实 经济部第一时间似乎乱得套 没个时间表 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 石言祥还在总统府里面坚持 电价一定得调涨 若不涨价 台电亏损会更加严重 被立委炮轰 没有政治判断力 所以目前你在考虑 如果用配套的方式 来改善台电的这些财务结构 这窟窿我们不能越来越大 大到最后越来越难处理 这边会有配套的做法 如果配套我们在规划之中 好不好 这一定要有 没有不行的 政治压力情势波多台案 反倒是立委们心情如洗三温暖 原本躲轰台电布置检讨 诱打政府政策错误 电价议题上终于强在绿营立委 提出倒阁案之前 卸下未爆弹 就比较松了一口气 至少就是跟明明站的表情 那这当然啊 这个台电也好 经济部啊 那灯部点不亮 调长这件事情 大家都是希望可以还长的 我想这个 这个是几乎是一面倒 直呼松了一口气 就怕在野党立委 直到府院电价最大罩门 失手无退路 如今借着篮尾压力顺水推舟 台电环长堪称搬回 府院声望的精细政治算计 这次李世健 珠海台北 蔡蓬母导 好 如果果真是所谓的精细的政治算计 那么所谓何来 为什么这个时候才算到要这么做 一切是因为民进党 要提所谓的倒阁案吗 看看民进党 今天上午的决议 开议前夕绿营大阵仗 由孙昌主席领军召开党团大会 无意通过对陈奎的不信任提案 更喊出要财经改组 如果不换 看起来就像电脑当机 如果不重新开机 无法运作 那人民一定从失望变成绝望 所以换内阁是人民很高的附身 共党立委这边会支持民进党体的倒阁 有一小部分的委员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乐观其成 面对民怨排山倒海 蓝营立委也松口 不是任内阁该打包走人 但倒阁攸关宪政体制 蓝绿站在立法院议事基础 隔空对岗 民进党在立法院开会的第一天提倒阁 我们根据宪法 我们尊重民进党 然后马上72小时能动起之后 在星期五立即进行表决 表决完之后 我们希望民进党就不要再闹了 民进党一定会提倒阁 一定会提不信任爱 我们国民党就是多数啊 我就是要用多数的阿把来欺压 这一党倒阁口号喊得正天响 从今天五月传出邮电双掌以来就绿绿霸占意识台 新会期杯葛声浪 选土重来 或许难有实质效益 但至少让马政府听见代表民意的反对声浪 中心新闻王英军秋生 SN小组采访报道 好到底我们马政府是完全听到真正的一个民意 在这个物价飙涨的这个年代 现在电价到底12月10号 该不该再度的进入第二阶段的调长 现在才9月中而已 立刻这波战役已经发动了 到底是这个政治算计而已 还是真的不得不 首先请教费委员 刚才我们听到吕学章委员的党内同志说到了 其实在国民党内部呢 也有委员支持倒阁 那这回电价要如果待会晚一点 我真的确定还长 是不是压力可以抒发 我对吕学章讲的这句话 我从来没听过 我对他讲的话我也很不以为然 你从没听说有人要加入倒阁 我从来没听过 大家最近讨论的是 电价还有一些经济上的措施 但是说民进党要倒阁 我们本党有人要支持 我看大概除了吕学章一个人以外 或者吕学章不知道他从来 我觉得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事情 比方讲民进党要倒阁是他的权利 这也可以凸显出来 他就在搞斗争 民党执政八年的时候 国民党有没有做过倒阁的事 我们的人数也比他们多 我们也没做过这种事 而且事实上民党提出倒阁 72小时以后 我们就必须得处理 换说这个礼拜五 如果他明天一提倒阁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我们到礼拜五就必须得处理 以政治现实来说 现在在立法院113期 国民党有64期 换句话说 我们到时候来投票 我们一定会赢 他们一定会输 我就不知道民进党这个时候 你搞乱国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他还是要对他的一些始终派 换句话说深绿的人来表态吧 我想你看就像如同刚才民进党的女立委讲说 他们多数多数要否决是阿玛 什么叫多数否决就是阿玛呢 民主政治不就属人头的政治吗 对不对 我们今天国民党做事 我们自己负责嘛 我们日后三年以后 我们国会改决说 我们来负责嘛 对不对 当然讲回来 他们用的各种的理由 说我们要换内阁 说我们什么 还前一天一直讲什么 油电的问题 电价 我在这边很非常肯定 而这个大家讲 我们今天大概 我们现在在此刻 在国民党的双方党部的12楼的礼堂 我们现在正在由所有的立法委员 所有的内阁的成员 总统府以及党务系统的人 我们正在开 每一次会议 会期开议的前一天 我们都有一个政治运作的一个研习会 今天下午我猜 马总统四点半 四点钟来主持 那四点到五点半这段时间 就应该会做这样子的宣布 因为从上个礼拜五到昨天 我们64位立委 分两T次到总统府晚上去开会 大家表达自己对专业上的看法 对现在经济状况的一些研判 那研判出来该还涨吗 我绝大部分的立委 大家都觉得尤其是 现在当美国的Q13来的以后 整个的会造成很多的物价的上涨 尤其举例世界的古物 油 还有那个什么重金属等等 贵金属 贵金属通通通都会上涨 上涨一定会带动物价上涨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timing确实是不宜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国民党的绝大部分的立委 我至少礼拜五上礼拜五去开会 我们所有发言的立委 大家不管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 从民意的角度上来看 从哪个角度上来看 大家都建议要暂缓 好 要暂缓 那么现在非委员告诉大家 稍后国民党的在每次立法院 开议前的这场的一个 党政运作的一个协调会议 应该马总统 马主席主持之后 就会来拍板 稍晚一点就会肯定的答案出现了 好 那么在这里呢 黄委员 是在开议前的一个状况 特别是讲到民进党要来提倒个案 所以呢这个店价可以 必须提早来发动来处理吗 刚才我们也聊到说 12月10号才要正式调涨嘛 时间是不是还久一点呢 因为马总统有说到 我们再来看看 9月份经济情势会比较好耶 搞不好台电还有盈余啊 何必在这个时候立刻就要拍板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专业的考量 还是我们的马总统的 一意孤行又出来 我觉得马总统从头到尾 都没有看到专业的考量 所以我大家刚刚费委员也提到说 这个尤其我们题目说 我们见价还涨 是不是要一个政治的算计 可是大家想看 去年总统选举 今年有1月的总统选举 去年的还涨 动涨是不是政治算计 肯定是个政治算计嘛 然后呢 所以说今年的这次的这个还涨 有没有政治算计在里面 有没有政党的考量在里面 肯定是有的 那政党考量 你当然各自政党 各自政党盘算 民党在野的时候 民党想要执政 国民党在野的时候 国民党何尝不想要执政 执政是你的部分 可是民意要支持 所以民意很重要 所以重点是 这一次的还涨 有没有民意的支持 有的 所以说变成执政党委员 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时候不涨价 不涨价是对的 可是民意党要求的是说 你还涨 我们想到什么 想到这个 这个就是像 像国外还涨是缓兵之计嘛 就像香港他要弄国民教育 那民众 香港的民众来抗议 大学生来罢课 所以香港政府 特首特区政府就讲说 哎呀 那我们暂缓 暂缓实施 所以我们觉得是这个部分 还涨才是一个政治考量 因为马总统 今天昨天国民党党政协调 去总统府里面 有三个决议嘛 第一个是要还涨 第二个尽快公布 第三个什么 台天的改革不服民意 所以台天的改革 他提了五月底 六月底提出的改革方案 事实上 洋洋洋洋洋写一堆 很多是本来就可以做 何必要改革小组做 因此我们觉得话说回来 这样子这次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部分 还涨的部分 是有这个政治考量 可是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倒戈 我们立法委员要守法 我们就 我们就把这个宪法拿出来 里面提了 如果三分之一以上 年数 就可以在不信任案提出 72小时后 就要处理 那怎么处理 就要审查 审查之后 48小时内要投票 所以说加起来是120小时 也就是五天 所以说也不是 这个礼拜五就非得处理 不可 所以说我们觉得 其实这倒戈案 因为还是有 因为到时候审查 因为全院委会 就是大家讨论 只能推派代表 民进党推派代表 可是王院长 我们记不记得 七月的时候 民进党提出倒戈案 那时候王院长 用一个程序问题 把他说 现在不能提 就把他推回去了 可是这次没有办法逃避了 这次倒戈案必须处理 最后一个 不信任提出 如果你有在48小时 期限内完成 视为不通过 那王院长的个性会怎么样 他就不处理 就把你搁着 进了立法院之后 我把你搁着 也不审查 就不表决 就视为不通过 在医师程序上 王院长做得到 可是这样子事实上 可会引起更多的超越纷争 我现在很武代的讲 不会 就来处理 我也觉得处理就好了 所以你讲那种 你是假设王院长这样子 好像我们衣服很害怕 我们又讲说害怕 扭过前面的经验 而且国民党也不会搞小动作 那我们明天大家就来看到 这个导官提出之后 要怎么样来做处理 但重点是 如果这个电价案 该不该还涨 在这个时刻到底是政治出发 还是人民生计来做出发 其实这个是人民最在乎的 来看到这次的一个电价调涨案 在马政府 应该讲新内阁2月6号 正式组成之后 就开始邮电双涨了 当初还记得吗 就是马总统亲自站出来 说非涨不可 邮电都一定要涨 之前的一个晚涨或动涨 或是没有涨的一个压力 现在全部在这个时候 一路的释放出来 我们看到 实在是压力太大 5月15号一次涨足 后来民意反弹太大 改为三阶段 6月10号的时候 第一阶段涨了40%的幅度 现在说12月10号 第二阶段调涨40% 所谓第三阶段 还有20%说呢 台地要拿出人民 能够接受的具体改革计划 才会来调 现在连第二阶段 大家都无法接受了 第三阶段 什么时候动 以后再说吧 好这是调整的急剧 虽然有做一些调整 但对一般民生家庭来讲 当然是有影响的 请教这个许顾问啊 您以前也在立法院 我们来看到说 到底是以前的一个 政治算计导致现在这些 油电价格不得不涨 但是现在 现在暂时要说 一个还涨出来 又是一个政治算计 那么我们该怎么说 这是谁在搞民粹 现在又要还涨 或现在要动涨 那以后压力又更大化 那又该怎么办 倒霉永远是人民 我想这样子 我在立法院18年 大概有12年的时间 都在经济委员会 而且我当过了 11届的经济招委 也就是管了大概 11年的台电预算 那这里面 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 政治经济 大家有时候需要的时候 把它放在一起 不需要的时候 说硬要把它切割 事实上我认为 政经政经是切割不了 在整个经济政策里面 有没有政治的考量 在政治的考量里面 有没有经济的考量 当然会有 这个不要欺骗老百姓说 政经政经是分离的 没有那回事 任何事情 政治跟经济 当然是这样 执政党当然要想要执政党 今天你说倒戈以后 会不会怎么样 事实上对执政党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疑力 但是对这个执政的 比如马政府也好 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也好 这个还长不还长 是影响到马政府跟党的 未来的生存空间 而不是只有这个内阁 内阁换一个 内阁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所以我倒认为就是说 以目前来讲 这个还长是 在目前的整个 经济营建的状态之下 事实上要必须要走的路 那马政府在 包括这个经济部长 我有时候在讲说 你一天到晚跟我们谈改革 但是在我的立场上 我来看 你假使台电是个企业的话 你不是谈企业改革 而是谈企业如何经营 你在整个经营的程序里面 比如说我讲到的 我们讲企业经营就两种 叫开源跟绝流 那结果现在 这个台电跟经济部长 所讲的就是说 开源 这个亏空这么大 怎么办 不长的话怎么办 那开就是开源 开源的唯一条路 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拿钱 这个叫你的经营哲学的话 那谁都可以干经济部长 谁都可以干台电同事长 唯一我只要亏了 我就找老百姓要钱 这是不对的 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截流 比如说你煤 我们有煤的发电 有这个天然气发电 有这个核能发电 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 这个比例上就可以调整 哪一种能源的物资 价格高了 我就从另外一个能源来调整 那第二个来讲 我可以寻找替代能源吧 这个方案 台电目前也没有太多的那个作用 再来民间电厂的条约 我们一直在诟病的 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来处理 法力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难道真的没办法来处理吗 我们的发电 自由发电的比例可不可以调整 我想这个在台电来讲 都可以达到所谓的开源解流的目的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看他提出来的方案里面 并没有这些 凝凝凿凿的方式来调扣嘛 站在一个企业的经营角度里面 就是开源解流 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反战是势在必行 而且这不是影响到内阁的生存以后 而是影响到麻政府的生亡跟党的生存 我想这个是势在必行 而且政府本来的目的就是创造人民的幸福嘛 在人民最动物的时候 你还让他一个一级心理 你现在不讲 十月再两讲 一级心理 站上去的回不来 这个很恐怖 我只要解脱讲一句话 大家真的以为说 所有台湾现在大家认为说 这个内阁不识任 政府效能不张 只有电价一个事情吗 太多了吧 所以我才说 这个油电双掌 我们知道这是很基础的一个 涨价的一个来源 只要这一涨 那整个物价就会涨到现在 之前有台风等等的问题 但到现在物价都还是没有 菜价都没有下来 所以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这通通是要靠政府你出手做才行 台电告诉我们问题是什么 他们亏了大概多少 亏了有2000亿 95年累积到现在 为什么亏呢 说燃料大涨了 发电成本提升了 电价都没有调涨过了 那么不符合 他们的营运成本 于是只不断的一个 从营转为亏 到现在呢 民国101年的时候 告诉你亏损将近有2000亿 这该怎么办 于是呢 只能够继续的在做涨价 但是这段过程当中不断看到 继续发奖金 一发呢 哇 这五六年下来 还给发个将近200亿的奖金 人事成本过高 台电人员的一个薪水 还真是挺好的 最为人诟病 跟民意电厂买电这个成本 为什么完全降不下来 好 刚刚虚伟员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里头太多可以做的事 但我们现在完全没有看到 就相容核心的问题是 政府你没有去改革核心的 这些根本问题 你继续就是便宜行事的来要钱 所以大家无法接受 所以倒阁 所以财经那个要换掉 一切都是非常的合理的 就台电目前 大家认为他可以做的事情 以我个人去了解台电的情况 我认为他能做的已经不多了 能做不多了 那现在电价的问题 遭到这个地步了 就现在电价的问题 是个政治性的决定 就是你在当下的一个情况 你必须要有政治判断出来 那倒阁的问题 我没有一见 这个是在党的权利 那在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用意为何 那在党 我相信大家可以自己 去做一些政治解读 基本上那个是一个 一个宪政思维的错乱 就像刚刚费洪泰讲的 那当初当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包括苏贞昌在当格魁的时候 做得好不好 那好到就是说 国民党其实据多数 他都没有想要去发动倒阁吗 如果在当时发动倒阁 国民党在过半的情况下面来讲 要发动倒阁 那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了 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做 好那换句话说 基本上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那这个对于就一个格魁 或者一个内阁好或者不好 谁来做都做判断 你要去批评去质询 我觉得没有意见 那倒阁已经是一个 最强势的政治手段 它要付出的一个政治社会的代价 其实相对是高的 那这个民进党自己做判断 为什么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这样子做 好但是这是他的 他的权利 我都没有意见了 基本上我只认为说 因为他不会过 所以他敢提 真的会过的时候 他大概就不敢提 表态动作 好OK 但是在电价的部分来讲 我个人我支持第二波的电价还涨 那还到什么时候 我没有意见 这个基本上让专业机构 去做政治派判断 但是朝野政党 基本上不需要在这种事情上面 去飙车 觉得谁比较勇敢 喊动涨 喊如何 如果说如果真的这种事情 可以飙车的话 那干脆大家就来 再来发个消费券 或者说干脆大家来个全民大减税好了 台电的盈亏 它仍然是国库总体收支的一部分 它不需要把台电当作是一个 好像台电是专门来跟你吃钱的 来跟你抢钱的 那个在观念上面是长时间 我们在面对国云事业部门 把它独立看待之后 所引起的一种财政幻觉 觉得好像今天 今天作为一个国云事业 它的亏够亏损 好像就不是国家的亏够亏损 那它的负债就不是国家的负债 好像今天它倒了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不可能的 好 所以重点应该是说 它的问题像刚刚香隆在说明当中 毕竟是个国云事业 所有盈亏 恐怕又是个全民都必须承担的后果 只是或许很多观众朋友 你会想问 那它为什么可以经营到 这么糟糕的一个地步呢 之前的民党政府没有做改善 现在的马政府又做了多少 我们稍后回来 感谢观看